昨天看了一起用餐吧 真的太馋里面的炸酱面了 今天就来安排一下 面条裹上了满满的酱汁 我不多说了,太好吃了 做炸酱面用的食材也非常简单 我用了洋葱,角瓜和牛腥菜 我看韩国街头都是用这几样食材 当然你们也可以加非常好吃的土豆和胡萝卜 今天也是第一次发现 牛腥菜要比卷腥菜更好吃 我只用到了绿色的叶子 菜心留着炒菜 切一点黄瓜丝做配菜更爽口一些 我现在觉得切丝是一种享受 肉的部分我选的是猪梅肉 可以说是猪身上最好吃的肉了 当然你们也可以用鸡肉或者牛肉 先把猪肉里的油脂煸出来 猪肉炒得焦一些也不会变硬 因为后面还会煮它会变得更软 接下来整小火放葱蒜末爆香 做韩国炸酱面一定少不了洋葱 炒一炒去掉洋葱的辣味 后面煮的时候会特别的甜软 再放牛腥菜和西葫芦丁 把菜炒一下断生就可以 如果你有两口锅就不用把菜倒出来 换一口锅炒纯酱 纯酱的味道有点像甜面酱 但放多了也不会觉得咸 用牛把纯酱炒一下会特别的香 再倒入刚刚炒好的蔬菜 这样不断的炒匀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水没过所有的食材 再加一勺半的糖增加它的甜度 以后有狗子陪我吃饭了 淀粉和水一比一货元 再加两勺进去勾芡 想要更香一些 出锅前可以淋一点芝麻油 做了满满一大锅 可以连着吃两天了 所以下顿饭我想吃糖醋肉配炸酱面 我喜欢吃鲜面条 挂下凉水更筋道双滑 很喜欢抓面的手感 最后再浇上炸酱 我发现我这里面的肉放的太多了 一碗超级浓香好吃的炸酱面就做好了 你想不想吃 还有我不是朝鲜族 我只是特别的喜欢看韩剧 吃韩餐 今天这份炸酱面吃完唇齿流香 太喜欢了 炸酱面超纷 炸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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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涂 炸酱面